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轻干明目 而且还利尿 轻热 所以您家的西瓜皮也可以像我这样吃 也可以把它拌成小的咸菜 都可以 我们就可以把西瓜皮当成一种瓜类的食品来用 一种菜品 为什么叫老鸭呢 小鸭子就不行了 老鸭味比较浓 而且肉比较香 因为我们以吃汤为主 如果您要是以吃肉为主 您就买这种嫩的 您说的小鸭子我们叫紫鸭 鸭子我们给它改个刀剁成块 鸭肉是良性食材 但是鸭肉表皮的油会不会太多了呢 怎么样才能去掉鸭肉中多余的油脂呢 简单三步就能做到 水开了 剁成大小均匀的块 来 飞水 在飞水过程中我们可以加一点料酒 好 入点底味 加点料酒的目的是可以去掉它的腥味 增加一点香味 你看这个肉的颜色开始褪色 对 焯水一般来讲开水下锅 水再开了就好了 就行了 一键盖就行了 好 我们这个是事先泡好的玉米 玉米是非常适合于长夏式的食物 就是一年讲的春夏秋冬 夏天还有一个梅雨季节叫长夏 是最适合于健脾用的 这种玉米就非常强的这种健脾的作用 好 再一次点火就要过油了 过油 对 我们目的就是使鸭子 一是更容易成熟 第二 增加香味 因为我们鸭子你看老鸭子还是有一些肥油的 对对对 我们通过煸炒的方式可以把油给它浸出去了 浸出去了 留边 真的像做这个红烧肉一样 对 也要煸一下 煸完你会发现锅中的油不但没有减少 还多了 还多了 这样多煸一会儿 让它表面呢 要失去一些水分 对 这肉也紧一下 这样呢 增香易于上色 现在做汤盆的时候有时候越炖它越白 对 也是这个油给它变成 蛋白质变性 变性 好 对 我们看鸭子皮的油明显的在减少 对 而是缩了 缩真了 对 煸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进行一次出水处理 就是要把它表面的油呢 再进入热水给它复掉 处理掉 好 在水开后呢 我们把鸭子再烫一下 这个的作用呢就非常明显 就是为了把它表面那些浮油去掉 对 好 再看这个鸭子表面那些黄的油脂 已经基本去的差不多了 再次点火呢就进入正式烹调鸡蛋 我们 要倒水还是倒水 还是加水 夏天天做菜的时候呢 一是要尽量的做颜色比较浅一点的东西 不要颜色太重 对 第二要少油 我们过油啊这些东西呢 都要再事先来完成 对 就不一定偏是炒葱炒姜 再放这些东西 对 我们这样的方法呢 同样可以起到 这个让原料香的效果 葱姜 事先准备好的 陈皮 陈皮 烧开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瓜皮呢也很容易 也很易炖 它就是炖的时间长的也不容易烂 没关系 然后一米呢也是泡好的 这一米其实夏天熬粥也行 是吧 是 一米呢一般都用来做主食啊 做粥啊 做那什么 但是呢 这个粥呢也是分不同的季节的 比如说这个夏天啊 我们喝一些一米粥 这个这个冬天呢 我们可能喝一些紫米粥跟合适 对对对 春秋呢 秋天 我们资金润费呢 喝一些金菊啊银耳啊这样的粥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强调就是 不同季节吃不同的食物 对啊 这是我们健康饮食所一贯倡导的一个 基本原则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炖汤的时候呢 一定要大火这个过程 对大火烧开 这时候呢可以去掉很多的意味 没有大火的过程呢 汤不会 味道不会好 对 味道会发焖 没有小火的过程呢 它不会香 这要炖上十几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调味 加点 增香 去腥 解腻的胡椒粉 然后再加一点这个盐 提味的盐啊 因为鸭子本身很鲜 也很香 我们就是鲜香 咸 这样是一个 然后再加上一些陈皮的这种 陈皮的香味 这样呢 嗯 就可以了 这个汤呢 放在砂锅中 因为以喝汤为主嘛 您想喝的时候 把汤喝掉 下一些把这个蔬菜来吃掉 然后如果您 嗯 还需要再炖的话 再加些水再继续炖 这个过程呢 因为我们前期要进行反复的 两次出 出水 焯还需要茶 这样鸭子呢 基本熟了 然后我们再炖上十几分钟 然后再调味 调味再炖几分钟 菜要香 而且还得养生 对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第一次用苦瓜做菜的张阿姨 做了一道苦瓜炒鸡肉 但是孩子们感觉不好吃 明天天天饮食区浩大师 在张阿姨家做出了一道 齿椒凉瓜炒鸡球 孩子们非常喜欢 区浩大师有哪些高招呢 敬请收看明天的节目 齿椒凉瓜炒鸡球